香港的四大家族分别是郭氏、李氏、何氏和郑氏 他们的财富和影响力都是无人能及的 然而,在这些豪门之中 霍家和李家却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和态度 最近,两个家族的第三代成员都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但是他们展现出来的形象却大相径庭 霍家的第三代接班人 就是霍启刚和郭晶晶的两个儿子 霍启刚是霍英东长子霍振廷的长子 也是霍英东最钟爱的孙子 他从小就被培养成为未来的领导者 不仅在商业上有着出色的表现 还涉足政界和体育界 他在2012年迎娶了奥运冠军郭晶晶 被誉为嫁人就要嫁霍启刚的典范 郭晶晶在嫁入霍家后 也得到了全家人的尊重和喜爱 他不仅有着自己的事业和光环 还相当懂得做人 他与霍启刚恩爱甜蜜 予有两个可爱的儿子 他经常在社交媒体上 晒出自己的生活照和孩子们的成长瞬间 让网友们感受到了他的幸福和满足 他也没有因为身份的改变 而变得高傲或奢侈 反而更加朴素和低调 与之相反 李家的第三代接班人 却是一个神秘而低调的女孩 她就是李嘉诚长孙女李斯德原名李燕音 李则剧长女 她于1996年出生 从小就被李嘉诚高度保护 极少曝光于公众事业 直到2017年 她从伦敦国王学院毕业后 才被李嘉诚带着参加一场公开活动 才出现在大众面前 李斯德在2018年开始进入家族企业工作 先后担任慈山寺董事 赵峰地产董事 李嘉诚基金会董事等职务 今年6月 他又正式加入了常识集团 担任企业业务发展部经理 并首次就集团收购项目做公开回应 据媒体分析 这意味着李氏家族第三代接班人 已经崭露头角 然而 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 李斯德却没有像其他豪门子弟那样 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己 而是选择了低调地处理事物 他没有任何花边新闻或绯闻传闻 也没有在社交媒体上 秀出自己的生活或感情 他甚至连正面照都很少被拍到 只有一些模糊或侧面的照片流传在网络上 这样的对比让人不禁感叹 霍家和李嘉的不同之处 霍家的第三代 以霍启刚和郭晶晶为代表 展现出了一种阳光 开放 自信的形象 也赢得了公众的喜爱和尊重 而李嘉的第三代 以李斯德为代表 展现出了一种神秘 低调 谨慎的形象 也体现了李嘉诚的风格和态度 两种不同的风格 各有各的优劣 也各有各的魅力